世界的尽头 灾难的巅峰 战场上的勇士 耶稣快再来 你预备好了吗 欢迎主内的弟兄姐妹 也欢迎所有通过 安琪TV观赏这个节目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继续 教育系列 准备到结束时刻 今天我们要继续分享 预备迎接末世的教导系列 圣经里记载了许多 有关于主耶稣基督 再来的事件 也看到很多的事情 告诉我们主耶稣快再来 有时候真的难以明白 它是在什么时候发生 还有如何发生的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 我们看36到44节 但是这点时间要继续 马太福音24章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娶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那时两个人在田里 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推磨 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 是哪一天来到 家主若知道 几更天有贼来 就必警醒 不容人挖透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有些信徒认为 主回来的日子还很远 我们往往不会警醒 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 也往往会冷淡退后 以为还有大把的时间 可以预备主的再来 这个想法是魔鬼的谎言 它要使我们在信心上跌脚 神鼓励我们要预备好 要想到主耶稣会随时再来 社会上欺骗很普遍 欺骗也进入到基督教圈子 在我们的教义上 讲道上都和圣经的教导相违反 让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24章 我们读第四和第五节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在末后的日子里头 神的灵在运行 预备我们迎见主的再来 神鼓励我们不要使圣灵担忧 还有敞开我们的心灵 转换成主耶稣的样式 这是我们主要的呼召 当圣灵教导我们的时候 我们顺服圣灵的教导 祂会教导我们圣经 以及圣经中的启示 我们再看 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 19到22节 不要消灵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但要凡事查验 善美都要持守 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 我们再看 帖撒罗尼加后书第二章 第五节到12节 do you not remember that when I was still with you I told you these things and now you know what is restraining that he may be revealed in his own times for the mystery of lawlessness is already at work only he who now restrains will do so until he is taken out of the way and then the lawless one will be revealed whom the Lord will consume with the breath of his mouth and destroy with the brightness of his coming the coming of the lawless one is according to the works of Satan with all power signs and lying wonders and with all unrighteous deception among those who perish because they do not receive the love of the truth that they might be saved for this reason God will send them strong delusions that they should believe the lie that they may all be condemned who did not believe the truth but had pleasure in unrighteousness 天三罗尼迦后书二章五到十二节 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 你们不记得吗 现在你们也知道 那拦阻他的是什么 是叫他到了的时候 才可以显露 因为那步伐的隐移 已经发动 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 等到那拦阻的被废去 那时这步伐的人 必显露出来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 灭绝他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这步伐的人来 是照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神迹 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 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 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 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 生发错误的心 叫他们信从虚黄 使一切不信真理 道喜爱不义的人 都被定罪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末后的日子里头 神的圣灵要教导我们 我们要随从圣灵的 带领 那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有圣灵 跟祂说话 告诉祂你多么需要祂 敞开你的心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神的圣灵 那么你必须求 好 让你知道在末后的日子会发生什么事情 沉沉沦之子 即将显露 圣灵正在制止祂 因为圣灵在等待你和我 要我们预备好 你愿意预备好吗 这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让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Beloved do not believe every spirit but test the spirits whether they are of God because many false prophets have gone out into the world by this you know the spirit of God every spirit that confesses that Jesus Christ has come in the flesh is of God and every spirit that does not confess that Jesus Christ has come in the flesh is not of God and this is the spirit of the Antichrist which you have heard was coming and is already in the world 亲爱的弟兄 一切的灵 你们不可都信 总要试验 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 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 已经出来了 凡灵认耶稣基督 是成了肉身来的 就是出于神的 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 凡灵不认耶稣 就不是出于神 这是那敌基督的者的灵 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 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最大的欺骗者就是敌基督 很快就会显露自己 进入这个世界 假装是弥赛亚 这是我们预备好的时候 我们的灵要怀抱神的灵 在敌基督向我们显露之前 如果你想敌基督显露的时候 你才来做准备 对你来说已经太迟了 所有的经文 都指向主耶稣的再来 他的再来 将是非常尊荣的 那就在于我们 是否愿意做好准备 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21章 and we will read verse 36 三十六节 Watch therefore and pray always that you may be counted worthy to escape all these things that will come to pass and to stand before the Son of Man 你们要时时警醒 常常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 这一切要来的事 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to get the blessings of the Bible 要领受圣经中的福气 we must not only believe 我们不单止只是相信 but we need to obey 我们必须顺服 if the Bible is telling us to be ready 如果圣经要我们做好准备 we cannot put it aside 我们不能置之不理 and let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而让世界上的事物 affake our obedience 影响我们的顺服 Let us turn to the book of James chapter 2 verse 14 让我们翻到 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 What does it profit my brethren If someone says he has faith but does not have works Can faith save him 我的弟兄们 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 This scripture points to one thing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 We must believe 我们必须相信 We must obey 我们必须顺服 Obedience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Lord 对神来说 顺服是非常重要的 As a matter of fact 因此 神要我们顺服 胜于献祭 当我们服从神 他的手会在我们的身上 好让我们能够做 他要我们做的事情 在艰难时刻 他供应一切 所以要蒙神的赐福 我们必须顺服他 当狄基督的灵来到 将会有一股强大的欲望 背逆神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圣灵 告诉你和我 要做好准备 要顺服 Let us turn to the book of Revelations chapter 18 让我们翻开 《启示录》十八章 And verse 4 第四节 This tells us some action that we must do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该有什么行动 And I heard another voice from heaven saying Come out of her, my people lest you share in her sins and lest you receive of her plagues 我又听见从天上 有声音说 我的民啊 你们要从那城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灾殃 Just before the world begins to receive the judgment of our 在这个世界 领受火的审判之前 We are clearly commanded to come out of her 神清楚地告诉我们 要从城中出来 If we do not obey 如果我们不听从 tear in her sins 我们将和他一同有罪 And we will receive her plagues 我们也会领受 他的灾殃 That is why this is important to obey 因此顺服非常重要 Let's turn to Revelations chapter 12 让我们翻到 《启示录》十二章 十四节 But the woman was given Two wings of her great eagle That she might fly Into the wilderness To her place Where she is nourished For a time And times And half a time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serpent 于是有大鹰的 两个翅膀赐给妇人 叫她能飞到旷野 到自己的地方 躲避那蛇 她在那里被养活 一载 二载 半载 當我们从巴比伦 逃离出来 世界上大多数的人 将会被敌基督掌控 被称为义的人 必须做一件事 从城中逃离出来 去到神所预备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将受到保护 但是你必须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 你将不会从城中逃离出来 恐惧来找你 不确定来找你 今天你要相信 会来到一个特地的时刻 你必须从城中逃离 然后去到一个地方 是神为你所预备的地方 你或许不知道这个地方 但是神会招派天使 但是神会招派天使 把你带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愿意去的话 让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 启示录十四章 9到12节 Then a third angel followed them 又有第三位天使 接着他们大声说 若有人拜寿和寿相 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 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 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 唇衣不杂 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 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些拜寿和寿相 受他明知印记的 昼夜不得安宁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 他们是守神诫命 和耶稣真道的 神不准我们领受受的印记 凡是妥协的人 将无法逃避神的愤怒 听到这严厉的警告 我们必须拒绝领受受的印记 这让我们晓得必须要有所作为 现在就是时候 我们要行动 要听从 神的旨意 亲爱的弟兄姐妹 现在我要带领你一起祷告 你听了这篇信息 你的心里面将会相信 神所说的话 还有顺服神的话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能够明白你的旨意 请你看着那些观看这个节目的人 释放你的灵 赐下他们所需要的恩典 让他们的心里面能够深深地相信 要顺服你 奉耶稣的名我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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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节目来到尾声 下周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 神赐福给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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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此起危机 无怨无悔永不回头 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明地 无怨无悔我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онч Еще中 合唱 — 邏mbre Monica 耶和华我的主将 红礼声 荣誌 官 wahr chaine 海承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佬络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当随心中心中偶像 直到我在敬拜中 献上自己为己 无怨无悔又不回头 直到我在祭祷 得你的照命定 无怨无悔我在这里 避免你 避免你 伤我 伤我 我在这里 避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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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我 伤我 避免你 直到我在敬拜中 献上自己为己 无怨无悔又不回头 直到我在祭祷 那里得着命定 无怨无悔又不回头 避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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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避免你 避免你 为这世界 黑暗的角落 我在这里 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 我在这里 陪陪你 我在这里 陪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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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我 赏我 我在这里 陪陪你 陪陪你 赏我 赏我 陪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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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我 赏我 我在这里 陪陪你 陪陪你 赏我 赏我 陪陪你 为这世界 黑暗的角落 我在这里 为了不曾被安慰的灵魂 我在这里 疲惫你 我在这里 疑恋你 疑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